白髮蒼蒼的阿嬤跟著里長來到派出所 高齡88歲第一次進警局 雖然是實驚不媚 但還是緊張到雙手發抖 臉色發白 原來88歲的余阿嬤 11號上午在高雄市左營區的 哈囉市場買水果時 捡到一個裝有厚厚鈔票紅包的錢包 老實的阿嬤根本不敢打開 在現場等了半個多小時都等不到施主 竟有警方幫忙聯絡 才找到心急如焚的蘇姓婦人 這才知道紅包裡竟然有14萬7千多塊錢 64歲的蘇姓婦人 當天是帶著小孫子去買水果 擔心錢放在家裡會被偷 沒想到帶著錢出門竟然被自己搞丟 捡到錢的余阿嬤家境並不富裕 但她捡到錢後 第一個反應就是 擔心掉錢的人有急用 將心比心一定要找到施主 蘇姓婦人她另外還有 就是包一個紅包來答謝 答謝這個撿貨的余姓婆婆 那也很感謝她這樣子實際不昧 蘇姓婦人開心的不斷跟阿嬤道謝 還包了3000塊錢的紅包給阿嬤 感謝她的誠實善行 可愛的阿嬤則是害羞的說 撿到錢還給丟掉的人是應該的 根本沒想過要求回禮 記者陳國民張喜高雄報導